監察委员王树林、张伟真一行 今天上午9点钟抵达台中港 委员们由分寸局长陈明珍陪同 实际巡查中地、南北防波局以及海上座位进行 台中港目前重点工程已经转移到1到8号去做马座的施工 委员们对台中港经过今年利纳对地两度台风的体系 经过其考验 以及今年度超额完成城乡释放 和主要工程进度超前0.02 对全体工程人员的辛劳表示家具和未免 监察院副院长周百炼等一行三人 今天巡视设在嘉义太保乡的综合发展示范村 对于在那儿所推行的农家环境改善 和家政推广教育做了详细的询问和了解 在巡查之中 乡长陈何竹曾经提出建议 为了鼓励农民参加生产 减少外汇支出 请政府提高杂粮保证收购价格 以达到周期的疫情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